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解讀 這一篇我覺得看了還真不知道該怎麼感受它 我先讀標題給你聽 God called insecure for breaking up with a girl that I found has an onlyfans 先讀到這裡就可以了 我先解釋一下在說什麼 我被稱為啊 就是我被貼個標籤說我 insecure 就覺得我沒安全感的意思 所以你就被指稱我沒安全感 I got called insecure for breaking up with a girl 因為我跟這個女生分手 女生稱我沒安全感 而且這個女生我還找到她有onlyfans的一個粉絲團還是之類的 So with a girl that I found has an onlyfans 我要先解釋一下什麼是onlyfans onlyfans是一個 這算是 這該怎麼解釋呢 這算是一種 A片 或者說成人 情趣的 產業裡的一個新變化 以前抗業片就是大公司生產一片出來 然後我們就被告知 可能有一些新作發表會 也可能沒有有些網站我們知道或不知道 然後反正我們網上有很多的這種東西可以看 但是隨著網路慢慢的普及以及各種玩法的出現 你就可以想像到如果今天我想要當一個AV男優或女優好了 我有沒有必要真的跟大公司簽約 然後大辣辣的拍一個片 然後被公司拿去宣傳 然後全世界都知道我變成拍AV的人 現在已經沒有必要這麼做 以前只有這個方法 因為以前A片這個概念就是片商壟斷 或者你自己拍也不是不行 可是可能知道你的人就不多 你生了一個網站出來 你還要想辦法到處去宣傳 那宣傳可能行銷也要錢 你可能還要參加一些博覽會這些的 才能慢慢累積粉絲 誰有那種錢去做這種事呢對不對 所以總之你還是會想辦法 脫過那種房子成名才能賣片 但現在不是了 像我這麼一個OnlyFans的服務 那這個服務就是 反正一個網站之類的 你就跟它登記 然後你就變成裡面一個會員 然後呢 反正它就是一種私人俱樂部的概念 所以 你可以叫你的粉絲 到那個地方去 來 跟你要求一些很個人化的內容 例如說你喜歡某個AV女優 你有沒有可能叫那個AV女優 拍一個影片還叫你的名字 給你聽給你看 可能性不高 因為那個AV女優一樣 被有經紀人有騙傷那些的 可是這個OnlyFans 但是就提供了一個很直接的管道 可以讓你做一些這種客製化的東西 甚至有沒有可能 你Donate他捐錢給他 買他的那些性感照片 久了之後跟他甚至變熟了 你有沒有可能能夠花一點錢得到他呢 也絕對不是不可能 所以 所以這就是現在這個OnlyFans的概念 OK 所以就是一種 一種 像是私人俱樂部般 然後你參加他之後 他就可以 給你提供各種個人化 所以我們會去講一下這個詞 所以他能夠 Cater 或者我們用Taylor這個詞 就量身打造 或者像是外匯師給你做那個特定的外匯菜 To什麼東西 後面可能我們補一個詞就是你的需求 所以I can tailor to your needs 就是我可以去量身打造你的需求 或者我用Cater to your needs 所以還有Personalized 他可能裡面就會有Personalized video OK 個人化的影片 像剛剛講的 叫你的名字或之類的 或者你想要他穿什麼 在什麼的場景下 什麼背景 講什麼台詞 他都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大概是這個概念 這個就叫做OnlyFans 好 所以Personalized Gater to Tailor to 剛剛這幾個字 還有一個詞 客製化還有一個Customized 也可以 所以Personalized or Customized 我們把這樣合在一起好了 客製化的 個人化的 產品好了 不一定要Video 好不好 好 所以 剛剛這句解釋完了 所以他女朋友有OnlyFans 然後他就跟他分手 然後女朋友就跟他說 你幹嘛這麼沒有安全感 大概是這樣 下一句 If I am the insecure one Why would you hide it for months? 如果我沒有安全感的話 那為什麼你會把這件事情 長 不讓我知道 長了好幾個月呢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回應 那我們看他的內文 Anyways 其實他的標題已經 把故事講得滿清楚了 但我們還是把這個內文先看一下 I hope you have an amazing career in life I really do 我希望你有一個很棒的 很amazing的這個職業 這個事業以及你的人生 我真的是這麼想 I really do But I am never dating a sex worker online sex worker only fans or any of that 大家絕對不會再跟 後面這幾種人約會 例如說sex worker 就是新工作者 線上新工作者 online sex worker only fans 有剛那一個 或者any of that 或者任何那種這樣子 It's just a personal decision 所以這只是我一個個人的決定 and hope you can respect that and realize it's not because I hate you 你要了解 並不是我討厭你 Sure 下面一個edit就是他會來的補充 沒有想到我這麼多回應 謝謝大家的input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支持他呢 看起來好像是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補充吧 I think the bigger problem here isn't whether or not you want to date a sex worker That's your own preference It's the fact that she hid it from you Yeah 所以這個人講得很正確 就是 不誠實才是重點 所以他本身自己做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早就已經沒有覺得 像不偷不搶嘛 對不對 我們常用這句話來說這件事 我其實也蠻同意的 他們不偷不搶 他們 好像有個笑話叫什麼東西 八大碟 不要講這個 幹 哈哈哈哈 所以總之 他們不偷不搶 那 做的雖然說是社會上可能帶著有一點點stigma 所以stigma這個詞我們稍微講一下 就是 比較污名的 OK 所以stigmatize這個詞 我們就要把它翻譯成污名化 所以或許有些行業我們會帶著一點點污名 但是我個人是對他們沒有任何負面的想法說真的 所以 這個人剛剛就說了 這是你的preference 那 重點就在於 she hid it from you 所以high這個詞是藏匿 那他的過去式是hid 這樣子 obviously she's entitled to do whatever she wants with her body and her time 所以明顯呢 他是有權利 他有這個資格 所以這個entitle這個詞啊 我們以前應該講過 就是你對一件事情是你 你是有資格的這樣子 像我們台灣人生下來都有資格去保全民健保 所以 as a Taiwanese we are entitled to universal healthcare coverage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entitlement so she's entitled to do whatever she wants with her body and her time 所以她的身體她的時間想做什麼應該隨便她 but when you enter a relationship tha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disclosed 但當你進入了一個關係之後 enter a relationship 那那個就是應該要被disclose出來的一件事情 tha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disclosed 所以disclose這個詞就是把它給 接開來 close是關起來 disclose打開 ok 所以reveal unveal 這些詞大概都說得通 好這第一個人的說法 然後下一個 nothing wrong with your decision op就是original post you're un-insecured 你並沒有insecure 你並沒有不安全感 其實 ok 好所以 一樣這邊就是 類似的概念 好扯一大堆 來不管我們看下一個 you're not wrong or insecure at all mate if you personally aren't ok with dating someone who views sex as a casual thing or as a business practice that's your personal preference 第一句話 so你沒有錯 你也沒有 不是 你也不是沒有安全感 at all 一點都沒有mate 你知道打個招呼 hey dude hey mate 這樣子 所以夥伴拿這樣子 if you personally aren't ok with 後面這件事 所以你要是個人對後面這件事不ok的話 if you personally aren't ok with 那下面的事情就是dating someone who views sex as a casual thing 所以跟誰約會 跟誰交往 那這個某人呢就把性看成是一個casual的事情 所以casual這個詞應該很少很常看得到 就是很隨性的 像我現在穿的衣服就是casual clothing 所以非正式的 所以a casual casual thing 這樣子 那我們應該以前也cover過一個詞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情趣文學導讀 看到過 promiscuous這個詞 這個詞 這個詞的意思倒是 它就是 我們真的好像就可以把它翻譯成爛交了 性交的比較腐爛一點點 promiscuous 或許誰都可以或之類的 好 Alright 所以 要是有一個人 把sex看成一個casual thing 那你不想date他的話 這是一個個人的personal preference 那或者他把sex看成是一個business practice 我們在另外一篇也講過business practice 就是生意的手段之類的 所以這是你的個人的偏好 所以preference這個詞 很常見得到 不應該有問題 So I mean I want some things to be only between me between my partner and myself 所以我會想要有些事情 只有我跟我 partner之間能擁有的 也就是可能是我的身體跟你的身體 and nothing anybody says can vilify that 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人家說的是可以把這件事情說成是錯的 所以這個 或者把它變成是惡 把它變成說成是邪惡的或之類 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詞叫villain villain這個詞就是 反派邪惡角色 所以vilify就是它的一個有趣的動詞 就把它變成說成是不好的或之類的 所以nothing anybody says can vilify that 沒有任何別人說的事情 可以vilify我的這個想法 也就是我想要我跟我的partner之間共享著 我們彼此的身體之類的 ok 好聽懂 然後再看一個好了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you you have a right to end a relationship you don't want to be in for any number of reasons 少一個s 所以nothing wrong with you 你沒錯 you have a right 你有權利 to end a relationship 來結束一個關係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in 你不想要在裡面的關係 你看這裡這個in就是很精準的一個 很多在我們學英文的同學會 不知道這裡該有個in so you end a relationship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in so you don't want to be in the relationship 所以這個in後面那個relationship 成為前面鋼鐵字句的關帶 希望你聽我來說什麼 ok so you end a relationship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in 那什麼理由都可以 理由多少都可以 for any number of reasons I would have most probably done the same thing 我很可能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so I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I would most probably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I'm a modest person and I want my partner to be modest too 他是一個比較中庸之道的人 modest 當然中庸也可以翻譯成是很謙虛的 但這邊大概就是中庸之道的人 so that is just what I want that is what you want that is not an unreasonable request 這並不是一個很不合理的要求 講得好像有一些moral high ground 而且這個就是很簡單的一個留言 我就會覺得任何同學 看這個應該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除了剛剛那個in的解析師的部分之外 大概可能會有些人有 好 那最後一段來 最後再看一個 personally I'm selfish in that I don't want anyone else seeing my significant other naked 所以個人我是很自私的 在什麼部分in that 有的老師把這個翻譯成因為 但我就是覺得在什麼部分 我在什麼部分是自私的 I'm selfish in that I don't want anyone else seeing my significant other naked 我不希望任何其他人 看得我的另一半裸著 let alone pay for the privilege to do so 更別說你是付錢 來得到這樣子的這個特權 來看到我的另外一半裸體 這句文法有錯 這裡應該是逗點 那privilege好像也拚錯了 但無損無損他 這句話讀起來很正確 所以我就唸給你聽 你沒有讀到 但或許也好 因為他的打字上是打錯的 so personally I'm selfish in that I don't want anyone else seeing my significant other naked let alone pay for the privilege to do so 更別說 付錢得到這個特權 來看到我的另外一半裸體 所以privilege 我們多半方便的把它翻譯成就是特權 所以付錢得到這個特權 來看我的另外一半裸體 好 講到這裡大概夠了 我們來把剛剛的詞 稍微再複習一下下 所以我們剛剛在解釋 onlyfence的時候 就講到這幾個不同的 就是客製化 配合你的需求來做調整 做生產的一個概念 就是you tailor or you cater to people's needs 所以生出來這個東西叫做personalized 或是customized products 那講到了像例如說是像這樣子 onlyfence這樣的概念可能就會有人去污名化它 所以這個詞叫做stigmatize 所以你會污名化 you carry a bad name with that kind of pursuit 這樣子 那這個女生長著這件事情沒讓她知道 so she hid it from him she hides the fact that she has an onlyfence 的一個account 或者是一個channel I don't know but anyway好 那然後她想做什麼事實上她有資格做 只是就不應該常立起來這件事情 so anybody is entitled to do anything that he or she wants right 那但是你進入一個relationship 就要能夠把這個東西給開成不公的說 but once you enter a relationship you should be obligated to disclose that information so disclose 好 那或許對於很多人來說 這個是這方面的東西是沒怎樣 然後她是很隨性的去看待它 很不嚴肅的看待它 so for some people this may be a casual thing promiscuity may be a casual thing 這樣子 OK 所以promiscuous剛剛說過就是比較不會不設限 OK 那她的名詞是promiscuity preference是個人的偏好 那最後剛剛看到的villain是邪惡的角色 電影裡的影機裡的壞角色 反派villain 所以這不念做villain villain 然後她的動詞villify 所以把一個東西給變壞掉這樣子 那privilege最後講到的詞是特權 所以膚淺看那個肉體 那這就是我膚淺得到一個privilege 所以onlyfans的概念大概也就是這樣 好講到這裡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